哈喽,我是Kai 在先前呢,我们就分享了三位新四神 鲸鱼鸡,荒,万年猪 今天就主要来说一说鲸鱼鸡吧 那先前呢,我就提到了鱼的阵容 然后就有朋友留言说 为何没有加上会比兽和鲤鱼镜 不耳于是大家一时忘记了其他的四神 在鲸鱼鸡的传记里面 其实也提到了好几个四神 笑眯眯的鲸鱼老头 说好带上他的,可是又一个人跑了 这个是会比兽吧 和铜哥哥,约好在池塘见面 却和鲤鱼鲸姐姐一起玩 最后呢,他就和预告片里面说的一样 天下第一可爱,一个自信心很高的四神 哈,那在专机二呢 这里出现的角色是青蛙瓷器 果不其然的,他们竟然是在赌博 打麻将 青蛙瓷器应该是赌神吧 而鲸鱼鸡则表示 大家明明都是水里的妖怪 怎么一点都不友好呢 这样的话怎样统治世界 统治世界听起来有点恐怖 所以在专机三里面,鲸鱼鸡就在反驳刚才不小心说出来的话 故事就说完了,我们来看鲸鱼鸡的技能吧 普通攻击35,满技的话,技能伤害105% 在攻击时,会让鲸鱼恢复鲸鱼鸡生命上限10%的生命 而且攻击力提升20% 这个效果不能驱散 最多可以叠加5成 对于一个普通攻击有这样的效果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那我们来看它被动 鲸鱼反击 当敌方单位行动8次 鲸鱼呢就会向全体造成攻击120%的伤害 而且有25%的几率造成沉默 持续一回合 那我们再看看它的大招 鲸鱼助阵 需要两个龟火 召唤鲸鱼进入战场 这个鲸鱼呢 在满技的时候 这个鲸鱼会继承鲸鱼机66%的生命 100%的攻击 在有方单位受到伤害时 鲸鱼会为它分担伤害的40% 而这个分担 它是会优先于剃魂的触发 剃魂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一魂关鱼 携带着有50%的概率 使有方单位受到单体攻击伤害 减免20% 并且分担这个伤害的50% 除此之外呢 鲸鱼的普通攻击 也是有66%的几率 即退目标30%的行动条 而在鲸鱼机觉醒之后 这个鲸鱼也是会继承鲸鱼机的效果抵抗属性 光听这样的描述呢 其实就可以知道这个鲸鱼机 它的强大 这个鲸鱼会反击 有几率沉默 即退行动条 分担伤害 也继承效果抵抗 普通攻击会补自己的血 而且还可以叠加攻击力 在御魂方面呢 目前的说法比较多面化 将它变成输出 又或者是堆它的生命 输出的话 我们可以带针 带针就是可以让鲸鱼机反击 叠加自己的攻击力 同时也可以为自己补血 生命的话 你就可以带第一张 金鸡 那御魂呢是真的很多选择 属性方面呢 最肯定的就是四号位要堆抵抗 因为有了抵抗 鲸鱼机才不会受到控制 可以召唤到鲸鱼出来 在四神搭配方面 主要是推荐邀请师 就是可以让鲸鱼 尽早的被召唤到场上 而被鲸鱼机 克制的四神 在多篇文章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 它可以克制连幼 那谁又可以克制鲸鱼机呢 目前猜测是青房主 因为强化后的青房主 它的大招对召唤物有额外的伤害 另外呢 如果鲸鱼机召唤了鲸鱼 其他队友四神就不能召唤东西了 比如说灰比兽 袁伯雅的分身也是一样 好的 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 喜欢的话欢迎你按个赞 对于这个鲸鱼机 大家有任何的想法吗 有玩路版的朋友 也欢迎你分享更多关于鲸鱼机的看法和心得 感谢各位的收看了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